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他刚获得美莲MVP 趁这个机会想跟大家分享这号人物 我们做棒球主题影片的时候 在搜集资料上面往往会遇到的难题 要不就是只能盯着冷冰冰的数据做分析 不然就是阅读一行又一行毫无感情的文字 虽然能够省去不少出影片之前的准备工作 但一个弄得不好 成品就会搞得很像照稿背诵的一种单调感 棒球纪录片其实是一个很棒的资料来源 真实的访谈内容更能看到每一个事件 对于选手背后所经历的那些内心纠葛 以大谷详评超越梦想为例 大谷的生涯经历我们其实都快要可以倒背如流了 天才型棒球选手 在日本封神之后挑战大联盟 前几年因伤所苦没有好表现 而开始受到质疑的时候 终于以二刀流的身份缔造历史 今年更是经典赛冠军 联盟拳打王 年度MVP奖项大丰收 不一样的是在纪录片当中 看到他亲口说出这些故事 更能让人感动 其实大谷和普通的孩子也没两样 都是从小怀抱着梦想 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他成年以前就已经一笔一画勾勒出他的梦想蓝图 更夸张的是他还真的一步步的去实践完成了他的梦想 我最喜欢纪录片中大谷说的一句话是 人生不会创造梦想 是梦想成就人生 除了谈梦想 整片其实也围绕在大谷人生中面临的种种选择上面 当初大谷选择加入火腿 到底是不是被球队高层给套路了 日后跌破专家眼镜选择加盟天使的理由 也从来没有向大家公开的解释过 虽然刚到大联盟不久就受伤但复制之后立马便触敌反弹 让很多人忽视养伤期间的煎熬 甚至让他差点就放弃了二道流之路 种种疑问 纪录片当中都有大谷本人完整的答复 片中还访谈了大谷头打方面的凯模 Pedro Martinez以及松井秀喜 他在日本以及美国的总教练们 还有一些他尊敬的前辈们 如CC Sabathia 达比秀友等人 透过他们的视角让我们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大谷想品 这些来自不同人的访谈也让纪录片多了许多不一样的温度 是一名投打二道流备号17号 擅长的球种有上看102.5麦火球 平均有90麦的快速只插球 还有一颗值得信赖的滑球 仅凭一己之力便实践了两金勘集哲学 放球就是三阵加拳雷打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 大谷的头打二道流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但在他真正站稳大流程之前 这根本是所有人想都没想过会在现实当中成真的不可能的任务 现在放球讲究的是专精 相将一百多年以前想投打兼具是不切实际的 就算是当初国联让投手上场打击 拿下代表国联最多投手赢棒奖的Mike Hampton 平均每年也才两轰九分打点而已 要在棒球最高电堂投打其中任何一项 达到顶尖以及是万中选一的人才了 想要两者兼具简直就是吃人说梦 这个想法一直到大谷的出现惨遭无情的粉碎 虽然大谷对于二道流的信心以及执着恐怕不是任何人能够轻易模仿的来的 但他所展现出来的成绩证明了梦想真的是能够靠着努力去一步步实现的 他实现的是所有棒球男儿的梦想 正于如此 大谷被誉为棒球史上最独特的存在 是大联盟的一尊独角兽 放眼历史也只有投手大谷 打者祥平能够一人分射两角 以双重身份入选全明星赛 究竟大谷祥平是如何将梦想化为现实的呢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我的梦想 可是很多人小学时写的第一篇作文的题目 有的人想当太空人 有的人想当大侠 甚至还有人梦想当上地球防卫队队长 就在所有孩子们天马行空的幻想美好未来的愿景时 小小大谷写下了最平淡无奇的一句话 我长大只想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凡人 不像其他小孩那样极富创意 甚至不像大家猜测的那样 他一定从小就梦想未来成为一名职棒球员 居然语出近人 可能一百个人也找不出一个孩子的梦想 只是想平平淡淡的过生活的 能写出这种答案的人 要么就是四镜央一 要么就是天生变不平凡的非人 结果明显的是属于后者 当然随着年纪慢慢的增长 大谷的梦想也比较趋近于现在 梦想在未来有一天能挑战美国职棒大联盟 再加上对于棒球两大基本元素 投球与打击的共同热爱之下 又延伸出了想把二刀流带进职业领域的想法 最后就演变成以二刀流身份 挑战美国职棒大联盟的终极梦想了 为了实现梦想 才在就读小高一的大谷 亲手绘制了一张梦想蓝图 将最终目标定在正中间 旁边围绕着几个达成目标 必须先实行的小目标 小目标旁边在围绕着达成目标时 需要特训加强的项目 我们都知道做白日梦有多简单 但要像大谷这样一笔一画 有计划性的勾勒出他的梦想蓝图 难度之高是可想而知的 结果大谷还当真一步步完成 他所规划的梦想 还更进一步超越了他本来的梦想 放眼全宇宙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办得到了 除了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之外 比一般人加倍的努力 以及坚信自己一定办得到的心理素质 才是大谷之所以能成为 现在大家所熟知的他的关键因素 2012年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 以第一指名选择了投打2-6的大谷祥品 此时大谷正面临着人生第一个重大抉择 风光加盟日职 还是直接挑战大联盟 因此在和火腿谈判的过程当中陷入了僵局 这边真的要好好感谢日本火腿 向才高中毕业的大谷分析各种选项的利与弊 去美国不只得先去小联盟接受他们的调教 而且不管是美职或者是日职球队 一定会把他锁定在其中一个位置来培养 高几率会成为一名先发右投手 但火腿很清楚 大谷的天分在投球 兴趣却在打击 而且两者都有迈向巅峰的水准 这可是继棒球制成贝毕鲁斯之后 从未出现过的棒球潜力股啊 火腿决定破天荒开放的投打2-6这条路 给大谷从所未有的挑战 正遂了大谷的心愿 大谷祥平的职棒生涯就先在故乡日本展开 很多人会说 例如如果一朗直接打大联盟 一定能够成为大联盟历史安打王 但我还是认为没有日职的经验 一朗不会是现在的朗生 大谷的例子就更加明显了 有了火腿给予大谷二刀流足够发挥空间的力点 他最后才能顺利将天赋带进大联盟 2016年 他也尝到了带领球队夺得总冠军的喜悦 2017赛季结束之后 大谷已经达成挑战大联盟的所有条件 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只剩下一个 到底哪只球队才能让大谷将投打2-6发展成为极致 记得当年国联还没有DH制 投手必须要上场打击的规定 我还以为投打2-6的话 势必得来我们国联莫属了吧 没想到啊没想到 我真的太低估大谷要定到历史的企图心了 不在美联这种投手不用上场打击的环境 还以投手之支打趴所有专职打者 一切就没有意义了 众所周知最后大谷披上了天使战袍 选择天使的理由众说分语 我印象中他好像有说是因为想跟神尊Mike Trout并肩作战 毕竟要学习当然就要拜最强之男为师嘛 但真正的理由也只有大谷自己一个人才知道了 他当初的想法是什么也在近期终于浮出台面 出入大联盟的大谷想评没有大家预期的那般顺利 还直接被宣告要开T恤手术整季报销 但只要还有一丝力气能够证明自己 大谷绝不会轻言放弃 坚持继续在打击端做出贡献 他奋斗不屑的毅力以及确实打出福人的成绩单 让他获得了每年年度最佳新秀的肯定 但所有他还是得乖乖养伤 和伤痛为伍的期间 内心的煎熬绝非常人所能想象 经过两个赛季的低潮 大谷终于触敌反弹 关键就在于总教练对他说的一句话 今年你的限制器将会被彻底解除掉 往好的方面想 天使是给了大谷放手一波的通行证了 但也有可能是告诉大谷 这是你最后一次证明自己投打二刀流的机会了 因此抱着最坏打算的大谷 交出了史诗级的赛季 成为大联盟史上唯一的一位单季超过 10轰20道还外带100K的真投打二刀流数据 全票通过报回增涯第一座年度MVP大奖 MVP到手 如果还能够赛养加战的话 就真正成为了投打并列世界第一的成就 2022年平均美酒局标出将近12G三振全联盟最强 虽然还不到赛养等级 但已经能够排到每年第四的水准了 MVP票选也仅次于创造历史的法官Aaron Judge 今年已经是大谷在大联盟第一章合约的合约年了 保持健康试图打出又一个MVP赛季 签下一笔天价大约才是上上之策 但好胜心不输人的他 永远将为国效力排在第一顺位 毫不考虑便宣布参战WBC棒球经典赛 大谷又一次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今年可以说是他最大丰收的一年 经典赛金牌 经典赛MVP 又一次史诗级的赛季 成为大联盟史上唯一的一位单计超过10胜40轰的 真头打2到6数据 不只夺得全力打王还再度毋庸置疑成为年度MVP 现如今还不满30岁的大谷祥评 棒球明日堂似乎早已为他预留了一个位置 甚至还有能撼动棒球之神地位的呼声出现 棒球之神贝比鲁斯 频道里讲棒球历史的影片 正好聊到他当年创下的种种不可思议 如果按照大谷祥评目前打下的棒球轨迹来比对的话 似乎只有贝比鲁斯能够做对比了 因为有很多数据面两人呈现出极其的相似 当然贝比的代表全力打数还不是大谷能够触碰到的记录 但身为一名投手 大谷的三真数已经超越贝比了 或许有人觉得将大谷跟棒球之神相提并论是笑话一则 但我却不这么认为 毕竟贝比鲁斯那个年代遇到的投手强度和现在是不能比的 贝比鲁斯甚至因为当时的种族隔离文化 缺少了跟一些有实力的黑人球员较量的时机 这些层面虽然很抽象 但不可否认是将两个相隔百年的选手做比较时必须面对的考验 说个具体一点的吧 贝比鲁斯可能是那个年代最顶尖的投打二刀流 但他实际上投打兼具的赛季了不起只有一两年吧 基本上可以划分成猴瓦投手 杨鸡打者两个阶段 而大谷香平却是真实意义上的顶级投打二刀流 不论我到底是不是在懒叫比鸡腿 其实能害棒球之神相提并论 我相信对大谷来说已经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了 不管到底是贝比鲁斯还是大谷香平生错的年代 我们都该庆幸错过贝比罗门 还好有一个大谷香平 大谷的棒球生涯可能连一半都还不到 之后肯定还会有续集等着大家的 搞不好没多久他已经拿下赛亚 拿下世界大赛冠军 甚至跑去拿外野金手套 进化成棒球三刀流了呢 最后对这位棒球人生超级大赢家 人又帅迷命又多的大谷香平 来总结一句话 就是 让大谷香平能够持续未免MVP 挑战世界大赛 生涯到奖还不完 最近大谷香平热度很高 趁这个机会赶快到Disney Park上看纪录片 会让你对他有很不一样的了解 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像是羊鸡传奇 Derry Jeter的故事 The Captain 看看永远的羊鸡队长是怎么将陷入困境的 六日羊鸡再带起一波冠军王朝的 又或者是Bugger跟SOSA的 群雷打王争霸战 认识当年两个怪力巨炮是如何将角逐拳打王之针 推向一个难以想象的全新境界的 或者对其他体育内容有兴趣的话 篮球足球都有丰富的内容等着你去收看哟 以上就是这次的介绍 谢谢大家的收看 影片看完之后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小铃铛 下部影片见 See ya 明镜需要线